警政署长黄明昭、智慧财产局长廖成薇、AIT经济官乐美龙 以及日本CODA内容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与台湾影视相关产业协会代表手持雷射枪 宣示吸手打击盗版机上河及非法影音串流的决心 为二子侵权歪风 警政署扩大溯源扫荡非法机上河及窃讯机防 统计近三年查棄非法侵权案件 共计9679件、11849人 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1354亿余元 其中查获非法影音串流案件19件、57人 在侦办这些造材案件 除了传统的一个侦查手法以外 当然要融入到科技领域的一个执法 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打击面 所以这个我们也指示刑事局 针对这个打击制裁方面要结合的科技人才 包括我们的电针大队 还有保二的专责制裁大队 还有行政局的各外勤大队里面的科技领域的人才 来投入才有办法面更广 而且更能领会到这个知通流犯罪的这个意涵 来加以追查 那在警政署推动这项的一个工作 总共在近两年半期间 达到的查获的件数将近一万件 人、违法的人也达到将近一万两千多人 那清钱的案的财损大概有1354亿之多 那其中最近所查号的极其的一个案例中 也不乏非法影音的一个串流这项的一个盗版 那总共有19件57人 在刑事局电针大队及保二刑大查获的 事件机上盒案件中 还破获国内手中无实体机上盒 纯粹以APP软体观看盗版影音的侵权形态 并首度查气到新品牌盗版机上盒侵权案件 今年刚刚的案例介绍里面 也查到了事件的一个机上盒的一个这种案件 其中熊爱影视APP 就是手中查获到无实体 无实体的机上盒 纯粹是以APP软体来观看盗版影音的一个侵权形态 另外也首度 今年也首度来查获到新盗版品牌 小银机上盒清潜的案件 其实制裁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工作 有可能会质疑说 保二准队原来是一个制裁的一个打击部队 但是我们保二准队 未来的规划方向是到刑事局 组织编制到刑事局来 那当然更能结合刑事局的科技犯罪的打击面 面会更广 而且队伍会更强 警政署表示 未来将持续查棄 从源头扫荡非法机上盒 及窃讯机防 同时呼吁民众 不要使用非法机上盒 观看未经合法授权的饮食内容 并提醒民众 盛防非法机上盒设备 及APP接上国内宽屏网路 恐将沦为个人资安漏洞 记者里期会台北报道 不存在 叩扬班 请不谈